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星期二二十五号 二月二十五号 记得点阅 点赞 分享跟留言哦 要支持支持支持我的视频哦 ok 今天的情绪是这样了 给你看看今天的情绪了 今天的情绪是这样 很久没有放meme了啊 现在要放回去meme给大家观看啊 今天KLCI大跌了 记得那天我已经做了视频了 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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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股灾要来了嘛 这个记得了 那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看KLCI我们讲这边 他跌回来这边了啊 那天啊 我们讲这边啊 五天前我们讲这边 这边啊 啊 背离了啊 然后我们讲这个不能顶 啊 跌破这边 股灾来了啊 股灾来了啊 so bom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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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啊看来他至少这个会跌到来 11500跟1483 看他能不能 能不能撑 不能撑啊 因为这个双顶啊 啊 这个双顶啊 这个双顶啊 这个双顶 ok 现在第一个跌 他会应该会跌到 1500跟1483 左右这边 啊 然后他能不能撑 不能撑 可能他真的会做完这个投兵 这个双顶 以前这个双顶还没有做完 有可能还没有做完啊 ok so有可能 ok 有可能他会回来这边 1452啊 ok so暂时叻 要捞叻 要去栽浪 要去真的开始捞股了 捞金叻 等他跌到够够了才去捞了啊 现在玩一点咖啡钱 ok 赚点咖啡钱 有动力的狗们追追 爆炸股有机会追追啊 but这个要小心啊 这个 超跌啊 看来这个啊 这个是股灾了啊 我讲的股灾了啊 ok so啊 看一看今天的那个 KLCI啊 看下板块啊 今天上升股 星期18 现在是11点半啊 还没有到12点半啊 上升股153 下跌股720 交易量1480 17.32 1504 掉了17.32点啊 满江红啊 哎呦 这个report看哪会加去啊 如果是考试啊 拿这个report看回去完蛋了 ok 消费0.93 跌 工业1.02 跌 建筑0.0.99 科技跌1.17 金融跌0.56 房产跌1.02 plantation 中指跌1.4 REET跌0.28 Energy跌1.42 能源 啊 哇 这个手套够力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啊 这个啊 啊 Healthcare 啊 医疗2.21 电信跌0.56 啊 运输跌0.86 还有 Utility 啊 跌 这个 水电 gas跌0.25 啦 所以全部Market大跌 没有什么东西玩啦 Top Gainer 也是 动力股也是没有几个啦 OK Batukawan 有上一点啊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看 啊 Rapid BMB 有一点动力点啊 我们看看 Great Tech 这些我讲了的啦 今天全部反弹都是什么啦 都是半导体啦 记得我讲半导体 有希望反弹哦 全部的半导体 所以你要看啊 半导体我这几天都讲了啦 要怎么样逃啦 等他这个反弹 如果他能弹高一点才逃啦 Anon Anon 看一看 等下我们Anon 看一看啊 就还没有 没有其他东西了 还有云顶 我们看一看啊 你 云顶大跌啦 云顶大跌 BAMB 我们看一看 BAMB BAMB 啊 BAMB 有一点反弹啊 但他 可能有机会再上啦 可能你要加码 可能有机会 他突破3.2 可能可以加一点啊 可能还可以继续上啦 看他能不能突破3.2 3.2可能还可以加一点啊 突破3.2 啊 还有谁啊 还有Anon CNB是 这个BAMB是5258啊 Anon Anon Anon是508 508还没有突破了 他冲到上来这边 压力顶就了 所以这个还不能弯 要冲破 要冲破1.040才有 才有力了 看一看云顶啦 云顶也是跟着我们大马 我们这个 你知道这个消费 消费版 他是跟谁的 跟KLCI的 KLCI大跌消费版 也是跟着完蛋 这个也是跟着大跌 这个嘞 如果我是进去 撈底啦 8一点进去 希望他能反弹 所以现在他跌到来这边 要不要 要不要cut loss 如果你玩到太淡 你睡不着 可能你要卖掉一些先 或者止损先 cut loss先 等他真的反弹 所以这次不能 这次收档了 他冲了一轮 来到这个压力 你看我们讲这个压力很重要 这个压力很重要 他必须要突破这边 才能 才能是最重要的 我们才真正的加码 才是这边 记得这边3块钱 就真正的要加码 是这边 这边才是真正的 我们要加做上 这边是老点抵八柱 OK 这边才是最重要 所以他怎么样 他都上不来3块钱 他跌下来 所以现在要砍 要不要砍 看你 要不要止损看你 如果你真的玩太大 睡不着 可能止损先 如果玩小小 好像我讲的 第一次进去玩小小的 玩一点点 等他冲上去 我们才慢慢加大他 所以现在 也不放也OK 因为我们觉得 他还有机会上了 如果你是蛮大的 不是讲很一定有机会 因为什么事都能发生 如果你蛮大的 你 你不能呼吸了 肯定你卖到一点 卖到一些 可以 可以睡觉了 因为这个可能还会跌 这个可能还会跌 肯定也是 肯定跌到 跌到 已经跌破了 这个什么了 跌破了这个 直升了 现在开始 开始有点 开始有点 亏了 也亏不多 我们在这边进 到现在 亏3% 3% 跌破止损 也是3-4% 如果你觉得 你真的买到很大 3-4% 已经亏很多 或者你放了先 等他下一轮先 如果你是好像 捞住上 我们这边捞一次 这边加码 这边加码 这边才是最重要的 要加达他 这边是捞一点 你拔住 taste test那个水罢了 所以这个 如果你捞一点点 就不用紧 放出 等他慢慢的 下改次反弹也可以 如果你是反很大 你不能睡觉了 这个可能cut了先 或者卖掉一部分先 ok 今天讲究人生 今天不多东西讲 market降烂 ok 下午再讲 看下午有什么好转 因为星期二 星期二 应该是 应该我们讲 星期二是那个集团进来 开墙 所以今天集团进来 是逃跑的 是逃跑的 ok 下午再见 拜拜